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边距离台湾本岛约190公里 西边距离厦门约10公里 是一个充满闽南 桥乡与占地文化的岛屿 在这里你可以品味人文风情 享受美食佳肴 在美丽风景的围绕下 体验生活 感受大自然 金门岛大约150平方公里 居民移民来人居多 金门水头码头 每天有将近40船班 往返厦门泉州两地 最短航程只需30分钟 金门上亿机场 每天也约有近百航班 往返台湾北 中 南各城市 最远航程只需要60分钟 走在闽南市聚落旁 穿梭在百年古迹中 轻松歉意地享受 淳朴闽南生活 您可以在古葡的街道上 找寻历史的痕迹 也可以到全亚洲最大单体的免税商场 享受购物乐趣 满足您的购物欲望 还有亚洲首作4D全景声电影院 让您体验超立体的影音震撼 当然 还有台湾第一白酒品牌 由金门县政府百分之百持有 唯一全粮固态发酵的金门高粮酒 金门更有许多远近迟迷的特产品 优质的伴手礼是您送礼最好的选择 来到这里 千万别忘了选购在地的金门特产 您可以搭乘观光巴士环岛 还可以参加电瓶车游程 或者租借自行车 展开您的自由之旅 米南 是东南亚大部分华人的故乡 也是两岸邪迈的期待 金门拥有1600多年历史 保有丰富的闽南文化资产 来到金门 您可以见到保存良好的闽南市古厕 所形成的传统特色聚落 早期金门人远渡重阳异地谋生 将南洋文化带回金门 因此金门拥有独特的中西河壁式建筑 洋楼 透过改造增添现代化设备 将不同风格的古厕 转变成具有文化特色的 传统闽南式建筑民宿 金门人也有浓厚的家族观念 全岛个性宗祠高达162座 庙宇宗教园区更是遍布各乡镇 随处可见不同信仰的庙宇 其中也包含入选台湾宗教白景的 沙美万安堂 以及列宇宝生大地庙的 走过聚落 您能看到许多不同样貌的风师爷 这些默默守护金门的风师爷 都有不同的特色 唯一相同的是 镇守着春落 时时刻刻 永保平安 经过太阳曝晒的面线 搭配纯人力仙材的十颗 烹调成一碗料多实在的金门家常美食 十颗面线 还有许多美食料理 都是您不可错过的好味道 让您除了用心感受金门的米南文化 更能用您的胃 解开金门的美食密码 新元1949年 金门成为两岸对峙的最前线 长达四十多年的战场经营 保留了大量且完整的军事遗迹 这也让金门形成许多独特的战地风貌 亲爱的大陆同胞们 你们好 我是邓丽君 这个熟悉的声音 就是邓丽君小姐 于1991年 在金门播放的新战喊话内容 走入历史的北山波音墙 曾经是对福建沿岸喊话的地方 现在您可以来到这里 近距离地听见历史 耗时三年 因应战地公事所建造的宅山坑道 如今转变成天然的音乐厅 舞台就在船上 乐手们伴着宁静的水面 在坚固的花岗岩中 演奏一首又一首的动人曲目 这样近距离的炮操演练 可以在湿山炮阵地看到 全长508米的花岗岩坑道 展示各种流泡 以及坑道建造的过程 走到户外 您可以在军事遗迹中亲身体验 高空探索 生存游戏 雷射枪战 感受军事战斗气息 英雄岛 金门 宛如一座战地博物馆 多样性的战地风貌 欢迎您的造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四面环海的金门 拥有绵延数公里的美丽白色沙滩 竹沙雕 花花葛 捡贝壳 每年夏天还有限定的水上游乐设施 吞去了军事的色彩 鸡们的海滩真的很美 日落时分 慈湖观景平台是观赏夕阳的最佳地点 金黄色的海面伴随着西城的夕阳 渐渐揭开夜晚的序幕 远处的厦门沿海高楼灯火亮起 形成独一无二的夜景 离开慈湖来到热闹的后户海滩 吹着夏夜晚风 欣赏夏季专属的海洋音乐器表演 绚丽的烟火照亮整片沙滩 美丽的度假岛欢迎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